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首先要恭喜何思培 何思培在亞聯游舉辦的世界短持游泳錶賽 在女子200米自由泳的決賽 游出1分50秒31 打破世界紀錄兼奪金 值得一提世界的女子自由泳紀錄 大部分 都是在2017年所創立的 以女子200米自由泳為例 上次刷新紀錄的時間 是瑞典名將施祖堂在2017年8月荷蘭所創造的 恭喜何思培 何思培在奪金創勢職之後 接受簡短的訪問 他再次表示 我很開心 我終於做到 他指世界紀錄是遙不可及的 自己只是希望一直追近一點 再近一點 最終我做到了 恭喜何思培 開始今天新聞 無國計記者自從1995年起發表年度報告 今年從事新聞工作而遭到拘留的記者人數 創下歷年來的新高 截至今年的12月中旬 深陷領域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共有488人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20% 當中有60名女記者入獄 較去年的同期增加三分一 另外有65個記者被扣為人質 報告特別提及 因為參與民主派初選案 而遭控告全眸顛覆國家政權的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他已經被擊壓了近10個月 無國記者形容他是新聞自由的捍衛者 在最值得關注的個案章節裏面 壹傳媒創辦人排首位 報告說他剛剛在獄中度過了74歲的生日 因為參與非法集結罪等的罪名 只是服刑了20個月 並因為國安法可能會面臨終身監禁 官媒《人民日報》昨天以任由羅健熙之流 事已妄為 香港民主黨就肯危險了為這個題目發表評論 怎樣批評民主黨主席羅健熙 指他與反華政客逆暴逆吹 散播選舉無用論 禁止民主黨為黨外人助選 在羅健熙的操弄下 民主黨被西方的反華勢力充當馬前出 更加是沒有絲毫的掩飾 評論說任何外部勢力 妄圖攬炒香港的棋子 最終會淪為炮灰 民主黨內有識之事應該盡快醒覺 清理門戶 刮骨療毒 被變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 又是這句 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日文日報點名羅健熙 一人不說警察是不行的 鮑魚都偷 30歲的高級督察王敬修 被控在2020年12月8日 在灣仔軍機廠街警察總部11樓 偷竊兩罐即食鮑魚 而上述的物品是香港警務署的財產 攝氏的南警高級督察王敬修 案發前調去PPRB 大約半年曾經多次在警方發佈的影片上鏡 王敬修 如果想看他的樣子自己尋找一下 現在被控一項盜竊罪 因為死了 鮑魚都偷 又有警察的東西 一個33歲的女警被指在三年前 荃灣警署報案身裏 不誠實使用警方系統 以取取內部資料 被控一項目的在於不誠實地獲取電腦罪 案情就說 他在2018年6月23日駐守荃灣警署報案室時 未經授權下 就經警方的系統調查男子黃俊傑 被告其後接獲督察的電話 被問他查黃的原因 被告說不認識並不記得有調查黃俊傑 另一個警員進一步調查後發現黃俊傑是他老公 即是女警的老公 被告之後在警界的錄影會面就說 因為貪玩才輸入老公的身份證號碼 查一下 他現在就獲得撤控 2500元 簽保守行為24個月 因為貪玩去查他們老公 女警是不知所謂33歲 之前說過了 有個男警聲稱 因為警長後壓力過大 拋了同袍的信用卡去買iPhone 他今天作出求情 我們聽聽求情理由 求情就說 他承擔父親的昂貴醫藥費壓力大到 就帶兒子自殺 辯方求情 被告妻子指他衝動二路 曾因為爭執以物件丟司機 被告不懂梳理壓力 以診斷患了適應障礙 他的律師還說 執法人員犯法看似匪夷所思 但並非如此不尋常 新聞上報道有人不堪壓力犯案 本案只是屬於典型的性格 決定命運例子 被告心感後悔 望緩刑處理 繼續還壓 押後到12月23號判刑 偷同袍iPhone 有一個40歲的男子 涉嫌多次冒充警員和盜竊 他在星期二被警方抓了 昨天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最近一次犯案 是上個星期六 即是11號 在灣仔一個住宅的民居 蛾清警務人員 他蛾清 借池入屋偷了6000元現金 我奉政府遇 警方說 遇到有人自稱警務人員的時候 就要求出示委任證 但是出示委任證 你叫他出示委任證 我就不知道你有什麼後果 說完警察那些死人 19號 是立法會選舉日 港鐵就表示 當日乘搭港鐵輕鐵和港鐵巴士 進出港鐵站 是無需拍卡或者給車錢的 另外港鐵會額外 找多600個工作人員協助乘客 一些較繁忙的車站和轉線站 可能需要實施人流管理 包括部分出入校 子宮進入或者離開 估計當日的客流量會比平日較高 故當天的後車時間可能較長 所以當日乘搭港鐵呼籲乘客 要因應自己的行程 提早出門 為行程留下充裕的時間 我特別想提一提 我昨天開頭支持 你們去投票 有人竟然說 我和老闆唱反調 曲和直都不懂得分 你們真的那麼厲害 立法會換屆選舉前夕 警方一連兩日 昨天和今日 分別抓了兩個 22歲和34歲的男子 他們涉嫌在網上的社交平台 和通訊軟件的頻道上 發佈煽動他人攻擊票站 呼籲他人投白票 殺警和政府官員的貼文 據了解 他們分別在連登 和Telegram 發佈這些信息的內容 提及不要出來投票 起碼都被我殺狗先 另外22歲的被捕人 是Telegram的頻道管理員 頻道大約有2000人 另外還在22歲的被捕人家裡 檢製了仿製槍 戰術頭盔 背心和防毒面具等 仿製槍下 會有交由軍械 發政科檢驗 我都呼籲大家不要現在說話 在哪裏說話都要小心 所以我是支持人 叫人去投票的 明白嗎 最後講講通關 在內地和香港通關如箭 在延之際 本港昨天突然 傳出一個曾進入社區的貨機機 機師就初步確診 並可能帶有Omicron的變種病毒 同時廣州也都有一宗 居家檢驗的Omicron病例 那該病例 更加將病毒傳給同一個大廈的老庫 即是廣州那一宗 那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表示 通關安排 正在等北京拍板 尿需要等中央政府 作出最後決定 據他的了解 現在通關 再添變數 表示通關依然在等北京拍板 對了 那麼喜歡通關 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 Share訂閱頻道 到達輝山座 打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